人这一辈子能取得多少成就和荣誉 一看实力 二也要看运气 所谓谋似在人 成似在天 以NBA为例 老大科比开局新手春 就是联盟第一豪门洛杉矶虎人 队友是巅峰三连FMVP选手奥尼尔 于是他成为冠军选手 建功立业的难度就非常低 再比如提新民主斯蒂芬 能够遇到利昂连FMVP 旧金山永远的大马斯基凯文·多兰特 所以仅惯四冠一FMVP 依然能够排在历史第13位 仅次于兰特老主 这只是运气加实力的典范 可是如果去掉运气单论实力 我认为詹姆斯哈登 诸可以排进历史前五 他的荣誉 确实比这历史级巨星差了很多 可是他的实力 真的不选择于任何一个历史级巨星 您问我 那硬实力历史前五的选手都是谁 最后我再补充 我先给各位燕主列一下 詹姆斯哈登森牙五大神级表演 逐军且看 这硬实力配不配前五 首先是第五名 2015年5月26日 西部决赛祭祀 面对如日中天的荆州勇士 哈登出战40分钟 展现五项全能 狂侃45分95 助攻两抢断两盖帽 偷懒命中率 是逆天的22中13 硬是倚弱胜抢 赢了勇士13分 那年的勇士 最终拿下了冠军 可是那年最伟大的一场比赛 这次由詹姆斯哈登递赵 第四名 2019年1月4日 火箭客场对决 荆州勇士 那场比赛 哈登以一己之力掌控全局 最终一分之差 显胜勇士 以封辞之战的标准来衡量哈登 那场 他的数据 只能算是平平无奇 仅仅 三四二投 十三中 射进去实际三分 砍架区区 44分 石板 15助攻 外加一场锻炼 盖帽 尽管很多人一辈子 都打不出这种数据 可是对于彼时的巅峰灯来说 真的 稀疏平常 但恐怖的地方 战于 这是哈登连续四十加表演的第五场 强厂强度拉满的情况下 面对宇宙勇 他还是能够砍下四十加的恐怖三双 第三名 2017年1月28日 火箭客场对决七十六人 那场比赛 是哈登剩下的第二十三次三双 8分之差 击败七十六人的同时 他的数据 是51分 13把 13助攻 同时 也是当赛季 他第二次砍下五十加三双 第二名 2018年1月31日 那天 哈登继续刷新了NBA的历史 率领球队七分之差 击败魔术的同时 个人三十投 十九中 看下了NBA历史第一个六次加三双 最终他的数据是 六次分十百十一助攻 第一名 2017年1月1日 那场的哈登 才是真正诠释了 什么叫做NBA历史最强三双狂魔 那天 他在火箭的主场 七分之差 战成尼克斯的同时 个人打了四十二分钟 狂喊五十三分十六版十七助攻 三项主要数据相加的素质 达到了逆天的八十六 有人说 六次加三双 才是哈登生涯最强战 可是在我看来 那天的哈登 才是生涯最强 六次加三双哈登 更加偏向于进攻 也时候 甚至有勉强出手的嫌疑 可是那天打尼克斯的哈登 真正告诉了我们 什么叫做炸裂的同时 还显得游刃有余 以传球危险的情况下 顺便看来五次加玩玩的及时感 有多么震撼 只有亲眼目睹的人 才能明白 如果他那天想刷 我毫不怀疑 他能砍下六十加二十加二十 因为他仅仅出手了二十六次而已 别人都在震撼 而他 只是在享受比赛 这便是为什么 哈登的硬实力 能够排占历史前五的原因 在我看来 撇开所有的荣誉不谈 单论篮球场上 一刀一枪的硬实力 乔丹·詹姆斯·奥尼尔·杜兰登·哈登 就是历史最强的五个人 另外要射一个外卡的话 我加个张布伦 毕竟是单场100分的男人 但张布伦的时代过于久远 那时候不仅规则不完散 而且球员的平均水平过于低劣 把王正林丢掉那个时代 也是大杂气 所以张布伦只能列为外卡